字幕提供 Hello 我是E記 伊為德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話上我前陣子 6月10日出了一個帖文 寫著How to make a wish successfully 這個帖文是我打電話給耶穌 裡面就是教大家怎樣可以成功的許願 我想一下,只靠一個Post,好像不夠詳盡 不如拍一條影片吧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生日 而生日的時候,如果我們慶祝就會有蛋糕 我們循例也會許願 怎樣可以好好運用你這個願呢? 如果你有朋友快來生日 或者是今天生日的,記得發影片給他 在他今晚和你吃飯之前快點看了他 然後就可以好好利用他這個生日願望 有很多人會吃很多次生日飯 會有很多不同的生日蛋糕 然後會許許許多個願 但我希望如果你真的有一個重點的願望 就每一次都許同一個願 會最好 我以下來說那些不一定要在生日那天許的 平時你叫祈禱也好,許願也好,什麼也好 祈求也好 總之你平時發放上去的願望 我這個就叫做許願 第一樣就是要清晰,Be specific 如果你只想著我想發達 其實太闊了,太虛太浮了 你是很難會應驗的這個願望 不是說你這個人不會發達 而是這個願望很難會直接去成真 那什麼叫發達呢? 對你來說 擁有一百萬是發達 還是擁有一千萬是發達呢? 還是其實我個人不是說錢的? 我生活得開心,健康愉快,全部人都愛我 這樣就發達了 怎樣才會發達呢? 那你是想什麼時候發達呢? 你是想你人生終結之前 總之發一發 還是不是我這一年內才會發達呢? 究竟是什麼時候呢? 那當然,你取了個願 你要給它一些時間去work 即是我從A點走到B點都要一些時間 你不可以馬上Yale 那又太扯了 還有,這樣是不可能的 你不可以希望一些不可能的事情發生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時限 又說,Be specific 譬如我說,我這幾年內想考到車牌 或者我這兩年想考到車牌 總之你有一個時間會比較好 給一個reasonable的時間 看看上天可不可以幫你願望成真 還有就是,有些人會來我店做money spell 其實money spell就是金錢魔法 那魔法就是會幫你吸引錢過來 但是,我會跟他們每個人說 為什麼你會想做這個spell呢? 做spell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是想怎樣要你的錢呢? 譬如,我現在有兩項事業的 我有跳舞和唱歌 我跳舞是剛剛才發展的 我想推動這一邊 那我的願望呢 我當然是將它收窄到跳舞那邊 去賺到多少多少 如果你是沒有說一個特定方向的 那錢就會可能四方八面這樣來的 突然間,爸爸又給你一點點錢 突然間,哪個又不知還錢給你 你以為他以後都不還 突然間又還給你 突然間,不知誰給你幫忙做點東西 你又中間又賺了一點點 如果你沒有一個方向給他 他就會,那我用我的方法去給你 如果你是底比的話 如果你是底比的話 他就會用自己的方法 周圍周圍這樣給你 所以如果你的願望是很清晰的 就不妨清晰一點 還有這個 弄清的願望這個process 都是好的 對你自己來說 你都會想一次 對呀,為什麼我會去這個園呢? 呃... 我是想要什麼呢? 我是不是真的想去working holiday呢? 我想去哪個地方呢? 想清楚 為什麼你想要? 為什麼你要去? 什麼時候? 第二點是十分之重要的 就是 為什麼你要去這個園? 剛才那個be specific呢 就只不過是說 你可能條件上方向上 你說清楚給別人聽你想要什麼 但是這個第二點是 為什麼? 為什麼就要問你自己了 究竟你的intention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想這個人租到不測呢?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會亂許願的 亂許願的意思就是 我希望這個人死啊 我希望這個人什麼啊 我希望這個人什麼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背後 那個動力是什麼? 我是不是真的想他死先? 還是 我只是希望他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後果 這樣子 永遠的人來我做魔法呢 我都會佔一個底的 佔一個底就是 讓所有應該發生的事情發生 讓所有應該他們學到的東西 都讓他們上這一課 沒有正面還是負面的 就是如果 就是大個例子 整定我下個月要受一個傷的 我的腳 那就是讓他受傷 但是只不過 希望在他這個受傷的過程當中 他能夠學到他需要學的東西 他能夠經歷到他需要經歷的東西 而我叫做傷亡不是太慘重的 心情不是太差的 希望在最好的情況之下 他得到課堂 這樣也叫做讓需要發生的事情發生 那就是譬如 如果你是希望有一個人要壞的 那你要問一下自己 為什麼我想別人壞呢 那個人壞了 其實對我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對我有什麼直接的好處 我會有什麼學到 譬如那個人真的被我揍死了 這樣 他消失了在這個世界上 是不是我就充滿活力 我就一生走好運 我就存到一個 我不知道很好的功德呢 想清楚 你們在希望那些東西 還有關不關你的事 其實那個人 他遇到的好 或者遇到的不好 又關不關你的事 當然 如果說到最誇張 什麼光與愛那些 希望人人都好 人人都開心 人人都順利 人人都健康 但是我知道呢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 那麼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你很難去這樣 阿里路亞大愛的 所以 就是想你自己 想了你自己 我希望我能夠 這樣這樣這樣 因為我想這方面進步 譬如 我希望我接下來能夠得到這個錢 因為呢 這樣就可以鞏固我的生意 又或者是這樣就可以 幫到我覺得需要幫的人 我可以好好利用這個錢 或者我需要錢給我的安全感 諸如此類 想一下原因 想一下你的出發點 究竟它是來自一個 好的地方 還是來自一個恐怖的地方 因為那些東西 如果來自一個好的地方 結果會是好的 如果那些東西來自一個 肉酸恐怖的地方 結果也是肉酸恐怖的 就算你的願望叫做成真了 其實對你是沒有好處 還會有壞處 一定會有的 但是只不過 你未必會知道 我那天咒完它 我今天弄傷這裡 或者我今天不知道 我不見了那塊錢 你不會知道是直接是因為那件事 但是它就在你身上回來 之前如果驚咒人 又說呢 就不用怕的 又不用怕的 你從今天開始 儲回一些好的東西 我經常都說 沒有好東西就不要說話 是的 盡量盡量 盡量 做人一定有兩邊的 但是我就是自己警惕著自己 盡量說多些好東西 我有時都會 說壞東西 或者都會想好壞東西 你知道 尤其是我寫的東西是幾答 我在街上 其實我的腦子是不停地撐人的 我的腦子 譬如我看到這個女生 嘩 漂亮 或者是這個人 可能她受傷 或者腳弄傷 希望她快點好 總之呢 一直在街上走 我的腦子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不是說我特意要做來儲功德 但是我覺得 這樣會平衡 可能我有時不小心說了太壞的 或者是想了一些黑心的東西 總會有的 我覺得就要平衡一下 這樣一個人呢 心的負荷就會輕一點 也不是告解失的狀況 不是說我殺了一個人 然後去告解就沒事了 不是這樣 只不過是盡量做 做到多一分 讓這個世界好一點的東西 就發放出去 因為我們所有在想的東西 那個post也有說的 我不知道所有東西 都是vibration 腦電波 那些 就是我經常說 Wi-Fi 你是看不到的 其實除了Wi-Fi之外 還有很多東西你看不到的 你現在身邊有很多東西 你都看不到 是不是很恐怖 總之呢 你說的話 當然是會有震動 大家都知道 聲音是有那個震動 Sound Wave 你想的東西都有 你想的東西其實已經 在發出 你不能說 我又想想黑心的東西 但是呢 我又不讓他發出去 我盡量收回在這裡 不能這樣 你想了就 散了出去 所以 許願呢 都是其中一個 的方法 而你放些什麼上去 就是你自己控制的了 我對著那個生日蛋糕 我想什麼呢 我想一些祝福的東西 我祝福全部家人 還是我想一些壞事 我希望誰誰不好 想清楚 你每一下發放出去 為什麼我特別會說這個生日 因為生日那個願望 其實每一個朋友都會覺得是 真而眾之 因為我一年只有一次生日 而已 大家呢 我知道都會集中火力 在那一下那裡 有時候 去朋友的生日派對 哇 他這麼久的 好認真 好多事情 對 我知道每一個人 平時可能 當你每一晚會祈禱 都不夠你生日那一下 那麼用力 所以看了這條片就對了 在你看到那個蛋糕之前 好好預備你的願望 不要放在那裡 出入足之前那一下才想 還有很多人來做 尤其是金錢魔法 問他為什麼你想做這個魔法 他們不是很能說出來 會有些人 想要多點錢 但是呢 為什麼你想要多點錢 就開始想了 我會給他時間想的 會想到的 會有個原因 但是突然間 自己會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人有我有 有了 每個人都想要多點 要多點 就是這樣 其實你背後一定會有個原因 為什麼我想要呢 是不是你覺得不夠呢 還是就是因為那個安全感呢 還是其實你有些用的 還是你長遠的計劃 你是有些事情想做的 一定有個原因的 自己想清楚 第三 第三就是 不要妨礙他來 當你想清楚 你想要什麼願望 你很specific 你當中想要什麼 要什麼什麼 什麼時候 你許了那個願 許了那個願 之後呢 你又不要做些事情 推開他 很多人都會 我想要錢 但是呢 我那份工呢 是每個月就是一份量的 都難一點來的 其實你也是跟自己 跟上面說 其實很難的 很難來的 你真的來嗎 很難的 不斷做些事情去推開別人 又或者是大家聽得最多的 我想拍拖 但是呢 我身邊全部都是女人 我社交圈又很小的 嗯 都很難的 你做什麼 你許完個願 你又推開他 願望這件事 又或者是上天怎樣做事 宇宙怎樣做事 你不要幫人想 人家應該怎樣做 這個是人家的工作 我想怎樣 派一個人來到你身邊出現 這個是我們的創意 和我們的工作 只要你說你準備好 你雙手張開 而你現在是在一個適合的時候 去上這一課 去經歷這件事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方法去 去發送那個人給你 如果我想發送給你的時候 你又說 其實也很難的 旁邊都是女人 回到公司 全部都是媽媽啊 姐姐啊 那些 沒有啊 社交圈只有兩個人 我又經常三個女兒出去喝飲料 哇 那你真的準備好嗎 你在那裡握這些東西 我本來就想給你 握著一個人 握著一個人 先 我本來就想給你 但是呢 我懶得下來的時候 你又說 你又說很難 那就是 你想要還是不想要呢 你準備好還是不準備好呢 你準備好嗎 你準備好嗎 去接受一個人 準備好嗎 去接受一個錢 準備好嗎 去接受一個機會 是包括在 你覺得那件事有沒有可能 如果你自己覺得那個可能是很渺小 甚至乎是不可能的話 其實你不準備好 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我的機會未來啊 為什麼那個人有這些 為什麼我沒有啊 是不是那個人好一點啊 是不是那個人厲害一點啊 那個人好彩一點啊 其實不是的 如果你真的真心準備好 不只是自己把口說準備好 其實他們隨時就可以送那件事給你了 那你現在手上沒有的東西 我想告訴你 因為你未準備好 說多一次 不是因為你差 不是因為你差 不是因為你不救別人 什麼什麼什麼 只是因為你未準備好 那為什麼去準備好呢 第一就是 心裡面張開雙手 有機會發生的 這件事 你要深信 這件事 即是你希望那件事 有機會發生 先 然後你就看看 我有什麼可以做呢 譬如我是不是要進修呢 我是不是要努力一點 我想一些錢多些來 我是不是要乖乖自己 都儲一下錢 而不是不斷放他們出去 你可以做些事情去配合 去告訴他 其實我準備好 我歡迎 這樣 張開雙手 準備好 是相信它有可能發生 相信它有可能發生 這件事其實不難做 因為 是你先的 我說過你先 是你希望這件事 你希望得到 覺得它有機會發生 你才會希望的 是不是 你不會希望一些 無機會發生的事 例如我不會突然 希望我輕輕薄 變成男人 其實不會 因為是 沒可能的 那為什麼又要許那個願 又要說可能性很低呢 不要再這樣 我覺得都是難做的 對大家來的 就是Let Go Let Go 就是你許了那個願之後 你就不要再理會了 當自己沒有許過那個願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 get ready, 自己的心態 重整, 你是要做的 但你不是時時刻提醒自己 我上星期許了那個願 還未實現? 我上星期許了那個願 現在進度成怎樣? 不要push, 不要推 因為就像叫食物一樣 其實你去到那個餐廳 一個正常的餐廳 也不用你對他很有信心 去到餐廳, 麻煩我想要這些這些 你很清晰地告訴他 我想要這些這些 然後呢 他就進去了 進去預備的時候, 你是不用擔心的 你不用想著他 你不用整天查到沒有 現在做到哪裡 你是誤會的, 是奇怪的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其實做給你那個人 廚師或者待會都會覺得 你究竟是不是要的? 你究竟是什麼狀態? 你為什麼要去查我們十萬次? 那件事都越搞越怪 所以 你向上天, 你向宇宙, 什麼都好 你下了那個命令 你就繼續放鬆 你當自己剛才沒有喊過食物一樣 你就放心這樣等待 如果你經常承認自己剛剛喊過食物 其實你會計算他幾時 你的心還在那裡 沒有理由 你應該要專注在其他事情 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如果你喊過食物 你就可能跟朋友要聊天 或者你按電話 你有其他事情要做的 正等於你的人生 你今天生日, 許了個願 其實你不需要死記住個願 你就專注在你每天的生活 開心愉快地生活 放自己在一個最好的狀態 然後張開雙手 希望他會來 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每一年的生日 在生日之前 都看這條影片 記清楚 如果你真的認真 認真地對待許願這件事 你就在生日之前 好好地預備你的願望 都不一定在生日之前 例如你平時會祈禱 或者許願 或者什麼都好 你都好好預備了你的願望 想清楚 然後才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會更加有威力 更加有回報 希望大家一齊夾手夾腳 扔多些好東西出外面 然後就會 翻些好東西來我們這邊 這樣就 每個人都happy 至於你說我不喜歡的人 那怎麼辦 不要理他們 不要理他們 你為什麼要分你的時間 和精神去理他們 我剛才說的那些 都是關自己事 或者關你愛的人 關你愛的地方事 我們就放時間 和心機在這邊 希望大家願望成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EVITA VS EVITA subscribe這個channel 按下 notification 那個鈴鐺 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之前最想成真的願望是什麼 我會看完所有願望 然後祝大家願望成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各位觀眾 想成為真正甜甜星的子民 現在有機會 可以加入我們patreon 其實就是一個月費的計劃 加入了這個patreon 就是我的一個會 就有得看 你們才看到的一些 blog post send帶 相片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會員才可以加入的 chat room 和facebook group 高級的會員 每個月還會有一次的 網上gathering 就是會員自己為來才看到 下面info box 那裏有條link 有興趣就自己去研究一下 多謝參與 拜拜 甚至是